中國浙江省京華武藝的疾控中心 最近發布 從二月以來 京華市武藝縣連續發生了 鸚鵡熱的病例 那麼官方已經展開了疫調 那麼浙江去年九月 在沥水市也通報了七例鸚鵡熱 那麼患者因為呼吸困難送醫 其中有一個人死亡 那麼另外在四川的成都 二月初也有一家三口疑似 因為羊鳥而感染鸚鵡熱的案例 根據瞭解鸚鵡熱是由鸚鵡熱 P菌所引起的細菌性 人畜共通的傳染病 又稱為四鳥病 廣泛分布於全世界的鳥類 哺乳類 爬蟲境 還有兩棲類當中 那麼常見的狀況 包含了這個劇烈的頭痛 全身肌肉疼痛 導致患者不能站立 晚期可能會併發肺栓塞 導致患者死亡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